如果你可以在排毒的过程中 把维生素C增加到3000到5000毫克 维生素B增加到50毫克以上 你的排毒效果还会更好 因为你的身体会制造出大量的解毒酵素 这个解毒酵素相当于一种化合物 来清理组织深层的各种那些日久天长 所累积的工业污染带来的毒素 化妆品 砖饰品 木板 然后服装 然后那些网 锅网 瓢盆 所带来的一天一天积累下来的毒素 你的脸色一旦毒素清理干净之后 你的脸色一定会变得非常好看 因为你的肤色不该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因为有毒素才会显现出来 你的红细胞可不是这个颜色 你的皮肤的本质不是这个颜色 只要你把毒素排干净 你的皮肤就会越来越好看 进食的第一天身体清理血液中的毒素 然后第二天呢 身体呢 因为你吃的果菜汁热量不高 所以身体为了获取热量呢 这个时候包括你的皮下脂肪 包括这个体内的毒素都会被转换成热量 都会被转换成热量 这个时候呢 等于焚烧垃圾 到了第三天呢 身体甚至会动用体内的那些吸肉 肿瘤把它转换成热量 因为身体很高明 当他发现热量不足的时候 他就会想办法去燃烧一些垃圾 当你做进食排毒之后 你的身体也会逐渐的把垃圾清除出去 你的皮肤就会全所未有的干净 同时你身体的垃圾组织都被燃烧掉 你的身体会全所未有的紧密 那种获得重生的感觉 国际上进食时间最长的 是42天作为一个标准 就是标准时间是42天 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在民间执行 一般来讲三天五天七天都不错的 如果你有重大疾病 慢性疾病 那我建议你长一点 甲钻线看劲的人 然后呢血压太过不稳定的人 低血压低得很厉害 或者呢心脏有严重问题的人 最好要有专业的营养师在旁边指导 因为你可能投膺会不适 你可能血糖偏低的时候会心慌 你可能呢紧张的时候缺氧造成心跳加快 会增加危险 所以最好要有人指导 其他的大部分的这个呢 身体状况都可以自己调理 因为整个进食排毒是一个非常温和的 全世界公认的最安全最有效的调理方式 进食在全世界来讲有着悠久的历史 至少几千年 所有的教派 福教啦 道教啦 伊斯兰教啦 全部都有进食的习惯 他们有灾业啦 有闭光啦 有各种方式来表达这个词汇 目的都是为了健康 有些教派把它形容成跟迷信有关 跟信仰有关 那当然这是有它的目的 但是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健康 你不用担心进食会给你身体带来什么 因为进食的过程当中 一天榨八杯的果菜汁 是需要很多的水果的 我打个比方 如果让你每一餐都吃五六根黄瓜 你会不会觉得挺撑的 五六根黄瓜其实吃下去不容易 对不对 可是如果把五六根黄瓜榨成汁呢 这只有一两杯很容易就喝下去 等于你一天榨八杯的果菜汁 相当于吃几十根的黄瓜 几十根的胡萝卜西芹 所以你根本吃的东西并不少 你并不是绝食 你要明白 你不要认为你喝的是汁 就没有吃东西 请问你吃黄瓜 是不是等于用嘴巴榨汁 最后要流入血液的也是汁 不可能是渣 对不对 那么你用榨汁机先把汁榨出来 其实只不过是减轻消化负担 但是进入你身体的 跟你自己亲自用嘴巴咬 其实是一个概念 唯一的就是你嘴巴不用咬 胃不用在那里消化 是减少消化上的负担 增加排泄机能大量 排毒过程当中呢 有几个反应 第一个有可能会投阴 投阴为什么 很简单啊 因为你吃的食物热量不高 然后呢 你的血液循环比较慢 所以晕的意思是告诉你什么 晕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别站着 躺下来 躺下来的话 晕倒嘛 就是躺下来的意思 然后呢 躺下来之后 心脏比较方便把血液输送到大脑 所以晕不要害怕 如果你看到有人晕倒怎么办 他居然晕倒了就让他倒在那 因为晕倒是身体选择的 倒是身体保护自己的方法 那你说就让他躺在那吗 我跟你讲 你要把他扶起来 他可能会死的 他必须躺在那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在旁边 帮他手脚拉开一点 放松一下 减少他氧气的消耗 然后轻轻的在旁边鼓励他 告诉他吸气 轻轻的吸气 只要增加氧气 他都不会有任何危险 第二个呢 少数的人排毒呢 有可能呢 会呕吐 呕吐代表什么 呕吐代表他排毒的时候 胆汁呢 把毒素施放出来 刺激到肠道 令到身体急着加速排泄 然后就变成呕吐 或者拉肚子 有不少人这样 还有人平时不便秘 结果一排毒便秘了 这种人是什么人呢 是身体严重缺水的人 炸果菜汁进去 全部被吸到身体里面去 结果呢那个肠道里面的水分呢 不够 好 那么这一种人呢 在排毒过程呢 加一点橄榄油 加一点软磷子 刺激一下肠道蠕动 就会好一些 一般来讲 平时吃肉吃油 比较少的女人 有可能会在排毒里面 反而便秘 但是你不用害怕 纤维 吃进去的纤维 产生的便秘 水不产生便秘吗 水堵在蠕道里不可能嘛 如果纤维堵在蠕道里可怕 不可怕 因为蠕道里面的有抑菌 可以把纤维分解成身体 所需要的维生素B组 维生素K 甚至一些氨基酸 所以纤维如果堵在肚子里面 不可怕 肚子里面堵着的最怕的就是肉 肉堵在那就可怕了 各位你知道呢 如果你注意看一下你会发现有人呢 他消化不好 然后呢 这个残菌不够 结果上厕所 结果拉出一些 什么西红柿叶啦 菜叶啦都给拉出来 有的 在医学上很常见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蔬菜如果没有被消化掉 它不会在身体里面成为有害物质 明白吗 可是你见过有谁 这个吃肉消化不掉 上厕所一拉 拉出一团肉出来 不可能 但是既然他没有把这团肉消化掉 他又没有拉出来 这团肉跑哪去了 很显然这团肉被很多的有害虚警分解产生大量的毒输去了 所以呢排毒的时候呢 用的是果菜汁 那很多人说炸完汁的那个渣要不要吃呢 一般人是不用的 因为炸汁的时候本身就有很多的渣 粪入那个汁 纤维不需要吃很多 但一定要有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边的人 经过我的教育之后 他们经常哎呦 一有空就断食 一有吃空就断食 有的一断断了一个多月 你不要以为会越断越瘦 我跟你讲断食很特别 瘦的人断到最后 越断越胖 胖到非常均衡完整就不再长 胖的人越断越瘦 断到均衡完整之后呢 都不再瘦 怎么断都不瘦 所以 进食断食 不是用来减肥 也不是用来增肥 而是让你恢复健康 这只是恢复了健康 我不是针对减肥做这件事情 我是针对整体机能的调整 做这件事情 我不是针对增肥来做这件事情 外面有很多增肥减肥的 呦 拜托各位不要散诞 身体要长东西 不是随便乱长的 身体要捡东西 不是随便乱捡的 必须有计划的 整体的进行调整 什么叫做效果 很多人说 哇减肥很有效啊 我跟你讲 什么叫做效果 如果 任何的一个所谓的方案 所谓的方法 所谓的秘方 假设 它帮你的痘气掉了 可是你的睡眠没有改善 体力没有变得更充沛 这一种方法 一定是有害的方法 因为身体不可能 把身体的痘 单独来做处理 身体血液是全身刑犯的 身体的机能是全身相互配合的 假设有人跟你减肥 减掉你的肥 可是呢 你的精神没有变得更好 睡眠没有变得更好 体力没有变得更好 状态没有变得更好 皮肤没有变得更好 就只是肥减 这个减肥一定是有害的 因为健康 是不可以单独做表现的 好像如果你找我调节你的高血压 你的目标是高血压 你跟我说 林海峰 你能不能让我就是高血压好了 其他地方没有都不好 其他地方都没有改变 就是高血压降下来 我可做不到 因为 我给你调整的时候 你的血管弹性增加 血液的流动速度加快 你很可能高血压降下来的时候 眼睛变得更亮了 记忆力增加了 睡眠改善了 肌肉变得更紧了 头发变得更关折了 皮肤变得更有弹性了 你说林海峰 不要这样买一送八 我只想一个 对不起 我做不来 我要就是 你要A 我偏偏把ABCD 26个字母都给你 我就是没办法只给你一个 因为 我的是整体自然料 因为我用的是食物 因为我用的是大自然 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生存 所需要的那些有利条件 任何一种治疗 如果只是单独调整身体某个指标 这个治疗根本就是个谓言 如果单独调整什么血压 单独调整什么血痰 单独调整什么尿酸 什么飘磷 什么转安眉 全都是谎话 因为 你的身体 不可能每个器官被隔离 各用各的 所以很多的治疗 以其说治疗不如说掩盖 而我们所掺导的是整体的恢复 所以各位以后找我 讲清楚啊 你找我调高血压 说不定调了半天血压 没下来 别的东西都好了 先别找我算账 我们先要理解一下 身体有个形式渐进 谁重谁轻 身体会自己选择 所以我要顺便告诉各位 整体自然疗法 最难调的疾病是哪些 一般来讲 问题越大 整体自然疗法效果 就越容易呈现 问题越小就越麻烦 比如说 你正好这里有两个班 你就偏要找我去这两个班 你知道我给你用的这些东西 猴连马夜才到这里 我真的不知道 万一你正好静脉曲张 然后你的子宫内膜也有些问题 因为你看不到 因为你看得到这里 看不到你身体其他的部位的损害 所以你把这个当成重点 问题你的身体不这么看 身体把这个皮肤当成小事 这点皮无所谓 内战器官才是重要的 所以你的身体会先选择 保护最重要的部位 你看很多人秃头 头发掉下来 但身体其他部位都很好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身体当他养分不足的时候 他就跟头发说 我们养分不够 分配不到你 你就先牺牲吧 这里我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油 其实非常关键 可惜不知道哪些坟蛋 老是教很多的人不敢吃油 其实呢 这是错误的 你知道自然界呢 是多么珍贵油 人呢 需要水对吧 可是你不可以这样子 把水倒在身上吸收吧 人的皮肤寄绝水 但是又需要水 你不可能到游泳池里面把水吸干吧 你发现你到游泳池里面 你的皮肤会变干 会变皱 说明你的皮肤压根不能吸水 所以有一些孵孵品跟你说 哇 吸收水分 见鬼去吧 根本不可能的 保护住水 让水不要流失 这是对的 什么东西可以保护水 不要流失呢 当你在锅里面煮水的时候 如果水的表层有一层油 水就不容易蒸花 如果没有这层油 水就容易蒸花 好的油脂才可以保住水分 女人要想皮肤用得 用久又长 不容易起皱纹 最重要一定要好的油的来源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说生命最重要的营养是蛋白质 可是呢 你把蛋白质粉涂在手上 也吸收不进去 说明身体呢 也没有为蛋白质打开一个特殊通道 但是呢 包括糖 糖也是涂在手上 连连的不可能进去 只有油 涂了会进得去 在千百万年的进化当中 人类居然留下了一个特殊通道 让油通过 你就知道人体对油有多放心 才会让它这样直接从毛孔进去 也就代表着人多么需要油 它是非常好的能量来源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发现很多的学营养的人 在那里拒绝油 哎呦不敢吃油脂 我都不知道他没有意识到 人体有两大排毒系统 一大是水龙性的排毒 另外一个大系统是子龙性的排毒 没有油脂的来源 所有子龙性的毒素都根本排不出去 而那一些现代工业所带来的化学物资 化学药品 化学物资 全部都是要靠油脂来溶解的 大部分都不能够溶解在水里 那些致癌的关键物资 很多都需要溶解在脂肪里面 所以好的油脂来源至关重要 还有一个方式呢 就是让你更年轻的方式 就是洗澡 夏天最好一天呢 这个洗它两三次澡 三四次澡 可是夏天洗澡有一个关键 如果你吃的油不够 你经常洗澡皮肤就会很糟糕 因为呢 洗澡会把皮肤表层的油脂破坏 皮肤表层油脂一破坏 就意味着皮肤表层的保护膜被破坏 皮肤表层的保护膜一被破坏 就容易被续菌破坏 所以皮肤问题一般缺营养素 不是缺B就是缺不饱和脂肪酸 也就是油脂 好 所以凡是皮肤问题都要改善 维生素B的来源 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的来源 那么夏天洗澡或者冬天洗澡都有一个关键 就是想办法让你的那个水龙头 把水一火变冷 一火变热 一火变冷 毛孔呢 就一火张开 一火关掉 一火张开 一火关掉 在这个一张一吐 一张一吐的过程当中 肌肉不停地收缩挤压 收缩挤压 就会把很多的沾东西 不停地排出体外 如果你能够在洗澡的时候 用一些含有油脂的沐浴护肤品 做一点这种涂抹 再去洗的时候 这种油脂会把皮肤的毛孔下面的 一些子龙性的毒素给示范出来 这很有用的 另外在洗澡的过程 可以去买那种毛刷 不是给猪皮刷的 这比较柔的刷子 刷你的皮肤 一旦热水下去 有点汗的时候 热气的时候 往淋巴的部位刷 往淋巴的部位刷 然后呢 这是帮助你排毒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另外呢 就是经常的拍打身体 有事没事打打自己打打别人 反正呢 拍拍打打改善血液刑法 也是获得这个年轻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再来呢 在你的这个脚旁边呢 有一个这个骨头 这里有一个硬硬的骨头 这个骨头下面呢 有一个凹下气的地方 这个凹下气的地方呢 每一天你可以用这个 你的这个手呢 形成的这个肩转的地方呢 轻轻的敲打它 一直敲打在乞丐为止 这个地方的敲打呢 有助于胆汁的分泌 对那些消化吸收不好 然后呢 慢性疾病来讲呢 都有蛮大的帮助 敲敲敲敲敲敲 你的胆汁的分泌会增加 胆汁呢 是用来呢 帮助这个脂类的吸收的 如果脂肪的消化吸收有问题 那么维生素A 维生素E 维生素D 维生素K 这个对皮肤有很大帮助的 脂溶性的维生素 它的利用就会有问题 那么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必须在有脂肪的状态下 才能够被吸收利用 所以你也知道 在人体需要的维生素当中 有这么多的脂溶性 就意味着脂肪的吸收利用有多重要 所以不要进入一个误区 我认为 好好的学习吃脂肪 不要害怕吃肥肉 但是不要去吃那些油炸过的 尤其是加糖 加淀粉 油炸过的脂肪 是很危险 如果只是油是没问题的 但是加了淀粉 加了糖之后呢 一炸都不一样 它马上就会变成连结在一块 好了 这里呢 就把几个重要的这个手段 跟大家做了一一的介绍 剩下呢 跟大家介绍几种特殊的营养素 第一种叫做牛奶剂 英文叫做milk system 它是一种植物 这种植物呢 掰开之后呢 流出来的液体呢 很像牛奶 所以称作牛奶剂 跟牛奶剂类似的呢 还有一些朝鲜剂 大剂 都是有同样的作用 把牛奶剂跟蒲公英 或者牛磅的这个浓缩素 结合在一起的话呢 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调理肝脏的营养素 这种营养素呢 有助于帮助乙肝 甲肝 饼肝 以及呢 那些肝硬化 肝癌的人 进行调理和修复 同时呢 对那些长期长青春痘 长期脸色黑暗 这个脸颊两旁 在这边脸颊两旁 有明显的黑帮的人 是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一个人帮 长在这样的区域呢 也表示他的肝脏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补充一些牛奶剂 然后呢 植物当中呢 牛磅 蒲公英 也都是可以帮助肝脏的 另外一种营养素呢 叫做Q10 Q10呢 是用来保护心脏的 它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它是身体的一个能量的 这个提供者之一 就是它能够帮助身体 很好释放能量 帮助线粒体工作 那么Q10呢 用来调理癌症 用来调理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以及那些老化 跟老化有关系的疾病 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再下来呢 葡萄籽和松树籽 也是著名的抗氧化剂 用来对抗癌症 用来抗衰老 如果长期服用葡萄籽 和这个松树籽的 溶缩素的话呢 你的皮肤呢 也会年轻很多 它是全世界公认的 很著名的 抗衰老的食物 再来一种呢 叫做流心酸 流心酸呢 也是在国际上呢 用来抗衰老的 一个很著名的 它的这个抗氧化的效率 是维生素液的很多倍 同时它可以增加 维生素液 维生素系的工作效率 再来呢 骨关甘态 也是帮助身体 抗衰老 然后呢 对抗慢性疾病的 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 那么营养素的发展 实际上呢 在国外叫做营养素 在我看来 它正是中医的一个提升 中医存在的问题呢 中医的理论 其实古老的中医理论 非常的完善 而且自成一派 但是呢 经过多年的传承 经过千年的传承 出现两大问题 第一个 中医 它的关键的资料 就是包括 环帝内经 树问 以及古代人的这个医学著作 可是问题是中国 自从武士运动 以及历届的这个 这个社会变革 变成呢 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中国人 会看古文的人 越来越少 把古文搞彻底的人 也越来越少 于是那些古代的医学著作 就变成很难以搞清楚 古人学医学呢 是以周易为基础 周易这本书涵盖着中国巨大的哲学思想 中国的数学 天文学 医学 各方面的这个发展 地理学 全部跟周易是有密切的关系 可惜作为中国人 唉 中国人看不懂中国书 周易 这一个隐藏着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智慧的一本书 多数人都搞不清楚 看那几个什么 看龙有匪 看得莫名其妙 一点都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读 浅龙在田什么 我也我也念不清楚这个东西 但是呢 他是中医的核心 另外呢 中医的传承当中 遇到另外一个大的挑战 那就是 随着历史的变迁 地理的变迁 环境的变迁 很多古代医书所写的中药 跟今天我们所找到的那个中药 里面的成分已经大相径庭 加上这些中药 他的烹饪自取方式 也很难维护着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些经验 古人在做中药的时候 是山上的中药 还是山腰的 还是山脚的 是南翻的 还是北翻的 是在夏至采摘的 还是冬至采摘的 有着非常深的讲究 然后采摘完之后 在洗的过程 有用露水洗的 有用以水洗的 有用泉水洗的 有用井水洗的 有用溅水洗的 讲究的非常细致 然后呢 同时呢 在烹饪过程当中 除了讲究小火 大火 文火之外 还讲究用桃木烧 松木烧 红木烧 树叶烧 这样的一些古代人的实际经验 所传承下来的东西 到了今天 已经被煤气罩替代了 拿一个随随便便的锅 就开始烧 往往烧了一个晚上出来的 不是有价值的营养 而是被破坏完 剩下都是没用的垃圾 所以现在的中医传承 也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可是呢 我认为营养学的发展 恰恰解决了中医的问题 西方人应用现代的提起技术 将各种食物 药草 植物里面的养分 最起提炼出来 然后把它制成营养素 这种制造过程 比起以前的那种土的制作技术 要高明的多的多 我认为呢 实际上 恰恰就是中医的发展和延伸 其实呢 中国的整个中药的历程 严格来讲 说是中药 也可以说是食物学的历程 整本的本草干木 实际上讲的就是 整本的食物学 里面介绍了各种 各样的食物的用法 然而 这一些用法 毕竟没办法标明 每一种食物里面 各种产生影响的 元素的含量 以及配比 透过西方营养学的 发展过程 能够准确地将 各种有用的营养素 分离出来 并标上各种营养素的 毫克剂量 就有利于我们针对 个体差异 来进行适当的组合和安排 然后才能够保证更安全 更有效的进行调整 最后一个帮助你去 恢复年轻 恢复你的精力 恢复你的体能的 有一个关键的方式就是 每隔一段时间 就让自己有几天的时间 都是九点十点左右去睡觉 因为人体造血的时间呢 是晚上天黑之后 到凌晨一点左右 身体造血 错过这个时间呢 就错过了造血时间 所以呢 你宁可晚上八九点钟睡觉 然后睡到十二点醒过来 再去做事情 然后累了再睡 你也要想办法 让你睡眠的时间 有那么一段 大约有一个礼拜 或者说一个季度 大约有一个礼拜 是这样的时间去睡觉 才能够满足你 造出来的新的血液 能够为你所用 如果你一直都是在 很晚睡觉的话 那么你的头发 要想恢复这个黑亮的颜色 你的这个眼带 要想彻底消除 你的这个皮肤 要想非常的好 还是有一定困难 因为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替代睡眠 所以隔一段时间 就要学会呢 这个拿出几天的时间 早一点睡 哪怕睡完再起来 都是早一点睡 好了 现在呢 我把年轻一生的主要话题讲了